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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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具象的呈现 让我们内在的一种模糊的一些图像 一些混沌不明的 有机会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排列场域 能够得到一个片刻的一个亲民 让我们自己能够有更深 更透彻的一些对自己的看见跟照见 那排列虽然在大印象中它是一种疗愈的工具 但是我15年走下来 我觉得疗愈只是它的附属品 它最主要的一个可以达到的一个高度 我觉得并不只是疗愈而已 我觉得排列最终是要打破我们每个人 目前所活在世上的某一些假象 然后能够引领人 我们就是回到本来面目 走向我们原本的本来面目内在的清静 清明 觉醒 然后大家都可以走上回家的路 一个归乡的路 也就是从小水滴进入大海洋 那家族系统动力排列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就是它来自于德国的一个创始人海宁格 海爷爷 那简单来说排列它可以比较探索自我 跟自他这两个部分 自我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了解自己深层次的 在我们潜意识的一些内在的人生的动力 那也可以解除我们在潜意识比较深层次的 一些内在人生的设定 我们自己设了一些限制 设了一些框线 所以造成某些困境 所以为什么强调潜意识呢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了解 我们的言行举止 这些意识层面大概顶多 我们中期医生对自己了解百分之十到二十 了不起了 所以我们还有好大一片未知的 就是要跳到海平面以下 去深入的去潜水的 就是我们说的冰山 去探索冰山 大概至少百分之八十 这百分之八十其实是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而且是我们一个未知的自己 就是我们透过排列 我们可以跳到海平面以下 去在这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潜意识 我们去好好的游泳 去遇见未知的自己 你多遇见 多看见 多看见 你会看到的 所以这里面可能包含有我们内在的一些未完成之事 然后我们可能我们以为的自己的匮乏 会有一些人事的纠葛 或是我们一些渴望一些我们以为的创伤 或内在有一些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些怨恨 但是更深更深我们可能就有机会去碰触到我们每个人 共同来自的生命的一个底层的那个根源 就是那个爱 那一片汪洋大海的爱 所以这都是跟自我探索有关 那是他是指什么呢 就是我们藉由发现跟回到一个爱的序位 我们可以改善不管是金钱啦 健康啦 人际关系啦 特别是各种关系方面 在职场各方面 也许我们可以好好来看看是哪里偏颇了 哪里发生了一些分裂的裂痕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 这里面可能有来自于我们自己家族的历史的创伤 或是我们家族内比较特殊的一些死亡事件 或是某些人的缺席 或是一些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在前一世所 所造作的一些牵引的动力 然后会产生一种相互牵引的一种莫名的动力 而形成我们现在表现在外的种种言行举止 或是我们一些重复的模式 重蹈注册的模式 所以大概加牌 我们可以从这个自我跟自他这两方面 我们可以来做探索 那面对排列的态度是 为什么我特别提这一点呢 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知识性的理解 它是一种新的全然打开 它完全是一种体验 它不是在脑袋的学习 而是我们新的一种贴近 体验 探索 去感觉 去碰触 去摸索 我们这个心 所以它不需要用力的去处理事情 去处理很多的问题 我们所以为的问题 或者人世间的事情会出问题呢 是因为根源的心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只需要好好教准我们的心 我们就有机会回到我们原本都有的那一刻 那种清明的 一种根源的 像海洋一般的一种爱的本质 所以事实上我们是要不断的去 去教准我们的心 回到我们的源头 去找到一个做主的心 因为万法为新造 一切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心念 我们的信念 所以心念信念创造信息 信息创造能量 能量在创造我们现在所看得到 摸得到听得到的 触碰到的这种物质界 实相世界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一直在这种能量 或实相世界一直在那边处理 其实处理不完 我们要能够在更溯源的去探索我们的信息 甚至我们的心念 我们的起心动念 那个源头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事实上这才是一个 从核心进入的 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自我探索的一条路径 到这个脑跟心 其实脑我们大家都知道 mind这个心字 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忘我 或者是一种假我 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容易被自己的头脑所骗 所以我们很大部分 也许以前的我们自己都是 我们都活在自欺欺人被人欺一辈子 因为我们会被自己的头脑所骗 而且自己不知道 在自欺情况下自己不知道的 那我们可能透过这样一个分裂的轨迹 寻找头脑这样一个分裂 我们就有机会往内 从头脑走到心 可能就从身体来看 只有30公分的距离 但是我们中期一生 恐怕都要慢慢慢慢的去走 从脑走到心 碰触到心 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 还我本来面目 去看到我们每个人的一个 本来清静 本质圆满具足的本来面目 我们每个人都具有这个部分 我们都从那里而来的 这是忘我跟真我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具有这两大部分 所以排列我们可以说 它是一种校准 我们时刻提醒自己回到心 透过排列场域 让我们有机会看到 我们不只是脑袋 在制造很多问题 我们也以为依靠脑袋 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事实上排列是让我们 一再带领我们回到心 所以排列对我而言 目前走了15年 将近15年的排列对我而言 我觉得它是一种解构 它不是一种建构 不是增加东西 不是要教导你东西 它是在你原有 你具有的 你现在是个 怎么样的无赔力 你去解构 你现在所认知的无赔力 所以它是一层层的剥落 剥落那些多余的一些假象 或是目前已经 你生命中不需要的了 不管是次人格也好 你过去的一种生存模式也好 保护自我机制都好 它是从解构跟剥落 不断的解构剥落 就是破 破之后都有机会 能够防我本来面目 回到天地 天地人 我们跟天地共生的天地人状态 所以排列的时候 我们有机会看到 多余的杂质不见了 多余的那层迷雾 云朵不见了 我们都有机会看到天空 晴朗的天空 所以回到那个真我 那个本来面目 所以心智跟真我如何区分呢 望我真我如何区分呢 心智它比较属于二元的 分别的对立的 而且一直在变化的 容易让人迷惑的 是真是假 是是非非 而真我它是一个合一的状态 它是一个恒常不变 如如不动的 始终清明清晰觉醒的 这两个部分我们内在都有 所以我刚刚说 我大概15年走下来 大概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家族系统排列 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 它是处理人世间的问题 关系各种课题 而我大概走了七八年之后 我体会到 其实我们所有的课题 都是我们跟我们自己的自我 发生了一些状况跟问题 或者是发生一些分裂 所以我就将我的排列 定位在新的排列 就是我们去探索 我们跟自己的新的关系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新的排列 而大概从前年开始 在老天的引领下 再给我的一个信息 我的排列进到第三个阶段 天地人排列 那我的体会是 它是一个从小我 走向大我的一种排列 就是我们从小水滴 我们每个小水滴 终将进入大海洋 所以它呈现 我们每个人的自他关系 而这个他呢 是指大我 存在道法 或者更浩瀚的 远大过我们的 或者我们可以说 恩典丰盛等等 所以天地人排列 是让我们打破 这个小我的框线 打破这个自我 小我的脑袋 小我个人的框线 我们开始去融入到一个大我 我们就开始体会到 体证到 见证到 万物一体 相互依存 的这样的一个实相 但它不是一个概念被教导的 而是我们透过排列当中 我们希望一旦能够让人去体验 体会到这个 万物一体 相互依存 就是从小我到大我 生命共同体的行为来 所以同一个工具 不同的层次 排列我们可以圆满一切 人世间的关系 我们也可以往上的提升 去开启进入天人物我 进入到万物一体的一个 与外在和谐合一 内在也和谐合一的一个状态 最终 事实上任何一种工具 它都是一个法船 所以我觉得我们最终 也许都不需要这个法船 而整个大自然 整个宇宙在无情说法 不可思议 事实上到最后 可能是一墨如雷 那个沉默当中 恐怕是无情说法 无言说法 那个是更好汉的 那最后我提三个提问是 我们在排列场 可能常会看到的 或者大家会提到的是 有人会提到说 排列场上的代表 对我状态并不熟悉 他们是如何能够精准地 呈现出我的各种困境 能量跟状态 这个事实上就是 奠基在排列是一个 奠基在万物一体的 一个基础上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每一个人像独立的个体 可是我们在灵魂深处 它是一片大的沙洲 大的沙洲 所以我们在灵魂深处 我们是在一个一体感当中 所以我们对 他人的一些困境也好 情绪的原型 状态也好 其实我们都会有 大同小异的 有类似雷同的经验 所以我们事实上 只需要把自己放空 放松 我们都可以跟他人一个连结 我们都能够呈现出 我们所不认识人的内在状态 它不是个他心通 也不是个需要透过训练 而是我们每个本来 就具有这样的能力 第二个问题 人们常提问的 在排列场上的看见 能够真实地回到我的生活 改变我在现实生活中的困扰吗 我们在排列场的时候 透过意识的提升 可能会拉高我们的意识 会有些顿悟 有些透彻 有些看见 有些清明 有些醒过来 但是回到家之后 我们要透过 不论你依照任何一个 你有自己的静心方法也好 或什么方法也好 我们要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 回到心 回到心 所以回到家之后 我们自己的修行 自己的静心 自己的修炼 那是更重要的 我们不可能依照一个方法 拨生儿子 然后特效药就OK 而是我们要能够愿意 我们要能够决定 我们愿意对自己生命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我们开始愿意成为一个成人 这样才有可能在排列场当中的 你所有的礼物 能够回到你生活当中 能够依序 继续地能够生化 然后继续在能够 能够发酵成为你生活当中 可以再去发酵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养分的 第三个 为什么有些人会发现 好像他不断地在排列场域 在那边不断地在疗愈 找寻答案什么的 那是因为他可能还没有学到一件事情 就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而他脑袋对他的课题 会有个假设性的答案 所以他用一个他已经假设主观的答案 一再去找寻不同的排列师 他希望得到认可 得到验证 得到一个跟他理想中期待答案 是一样的一个答案 可是事实上 那个事实上就失去了探索无限可能的这样一个机会 事实上我们对自己未知的探索 远大过我们小小脑袋 现在对自己所知道 所能想象 所以为的 所以排列我觉得很迷人的地方就是 它是一个能够遇见未知的自己 的一个跳到 纵身一跃 跳入这个冰山的这个潜意识 然后去悠游其中 你会发现原来你是充满无限的 那我觉得这是排列最迷人的地方 那今天先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聆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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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